大家好我是蘋果麥 今天呢要來教大家如何快速備份你的iPhone 那說到iPhone的備份呢 我今天會教大家三種方式 那第一種方式呢 就是使用iPhone裡面本身的iCloud來備份 這也是最方便的一種方式 然後第二種跟第三種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電腦的話 不管你是使用Mac或者是Windows的PC 今天呢都會教大家備份的方法 那在開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講兩個 在備份iPhone上面常常會遇到的困難或者是問題 第一個就是這個備份到底有沒有涵蓋到你想要的App 像是Line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要看每一個App 它有沒有支援這個備份的功能 那好消息就是Line是有的 就是在這個備份的檔案裡面呢 Line是有一起被備份進來的 那除了Line之外 其他的App你可能要查一下 它有沒有被容納在這個備份裡面 然後再來第二個大家很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你的儲存空間不夠大 不管是你的iCloud或者是電腦空間 你都必須要有空間可以放得下 這麼大一個檔案 像是我手機的備份就要74GB 這也是為什麼蠻多人不想用iPhone內建的iCloud來備份 原因就是因為iCloud大於5GB就要付費使用 它現在的價格呢50GB是30元一個月 然後200GB就要90元一個月 2TB是300元一個月 然後像是我這麼大的檔案啊 就必須要買到200GB就是90元一個月 那今天就算你不想要付費使用這個iCloud服務 你的電腦也一樣要有那麼大的容量來儲存這個檔案 而且非常遺憾就是你也沒有辦法備份你的iPhone到外接硬碟 我想這應該是自然的問題吧 那現在呢選擇好你想要備份的方式之後呢 我們直接來看第一種備份的方式 就是使用iCloud 首先呢打開你的設定 然後呢點一下你的這個頭像 點進去 接著在下面你就會看到這個iCloud的選項 點進去 然後我們進來這個iCloud之後呢 往下滑 滑到這邊有一個選項叫iCloud備份 點進去 進來之後呢你把這個選項打開就可以了 那其中呢又分為自動備份跟手動備份 那自動備份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你iPhone要連接到電源 第二個就是它要在鎖定的模式 第三個就是它要連接到WiFi 滿足這三個條件下呢 每天都會幫你自動備份 那第二個手動備份的部分呢 就是按這個立即備份 然後它就開始幫你備份 這個部分可能要看你檔案大小多大 像我這樣子可能就要等非常久 那備份完畢之後 如果你想要管理你的檔案啊 例如說它檔案太大 然後你iCloud容量不夠之類的話呢 要怎樣看呢 就是我們先回到iCloud iCloud上面有一個叫做管理儲存空間 點進去 裡面呢它會依照你檔案的大小來排列 那基本上最大的就是備份這個檔案嘛 那我們點進去 裡面就會出現這個備份裡面 所有的相關資料 像是它的檔案大小多大啊 或者是它裡面有備份哪一些App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74GB的備份檔案裡面呢 照片就佔了60GB喔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不想要花錢 買iCloud的話 我建議你起碼就是備份一下你的Line 然後如果你想要刪除備份的話 就到最下面按這個刪除備份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樣使用Mac 來備份你的iPhone 不管你今天是使用MacBook啊 或者是iMac都可以 但是首先呢 你要先檢查一下你的電腦 裡面容量夠不夠大 來備份你的iPhone 因為這個備份的檔案真的還蠻大的 那確認完之後呢 用線連接你的iPhone跟電腦 連接成功之後呢 在你的Mac上面打開Finder 然後你就會在左邊這一欄看到你的裝置 那你就點一下這個手機 然後呢 在這個一般的選項下面 你就會看到有一個選項叫做備份 然後這邊有個選項就是讓你選說 要把你的iPhone備份到你iCloud 還是這一台Mac 那你就選第二個選項 然後看你要不要加密可以打勾 接著呢 你就按一下這個立即備份 那這邊呢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然後如果你曾經備份過的話呢 你可以點這個管理備份 裡面應該就會有不同的版本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刪除 那備份完成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邊這一欄 它的時間會更新 那今天如果你的手機壞掉 然後你想要用你的Mac 來幫你的手機回覆的話呢 你就要先把你的iPhone 設定到回覆模式 然後進到同樣的畫面 按這個回覆備份就可以了 那下一個呢 我們要來講如何使用Windows的PC 來備份你的iPhone 那首先呢 一樣要用線來連接你的iPhone跟電腦 然後允許你的電腦去存取你的iPhone 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你的Windows PC上面 要安裝這個iTunes的App 然後在App裡面呢 你要按一下iTunes視窗的左上方 附近會有一個iPhone的按鈕 在這邊 接著按一下摘要 然後呢下面有一個立即備份的按鈕 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想要幫你的備份加密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替本機備份加密 然後輸入密碼 然後接著按一下這個立即備份 它就會開始備份了 那我們今天這個iPhone備份的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有其他想要學的iPhone教學的話 也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蘋果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是蘋果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